2019年会发生什么? 今次也挺爆炸的 让我慢慢讲给大家听 大家好,又是我五高 今天讲一些比较围的东西 就是一些预言 预言的东西就是年年都有出 2018年就讲2018预言 2000年就2000年预言 2012又说世界末日 很多很多 年年都差不多 今次也不例外 不过我觉得 接下来的所谓的预言 有些都很接近现实 很可能会发生 大家听一听 再参试一下 不过不喜欢听预言的 就不要听了 不要听下去了 浪费你时间 因为可能你觉得是废话 但是呢 其中有些点 也挺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究竟我们的未来 会是怎样呢? 好,现在开始 逐点告诉大家 第一点就是呢 会是什么呢? 就是呢? 他说 2019年开始 世界经济下跌 很多人会无工做 和无家可归 其实这个也有可能 大家都见到 可能真是 中美贸易战 大家两个都两败俱伤 七伤拳打到 你伤我伤我伤 可能有这样发生 都不定的 不知道了 大家拭目以待 第二个 就比较爆了 他说 Donald Trump 会在一个演讲的场合 大庭广众之下 被人暗杀 但是呢 这件事呢 其实是 有计划 有预谋 这样做出来的 基本上 就是假的 他说 为什么做假? 我又不猜测 首先要讲一下 其实这些 这几个预言的来源 在哪里呢? 我最后会讲 大家到时 你参详一下 是否值得相信 好 第三点 还有就是 他说 Donald Trump 被杀 其中一个 暗杀原因 就是因为 经济下滑 所以那些人 就有鼓吵 因为 他觉得特朗普 搞到经济那么差 搞到他们失业 搞到他无家可归 所以就杀了他 是这个道火线来的 正因为 Donald Trump 被杀之后 就引起国家安全的问题 政府就开始 连锁的立法 程序 就禁止那些人 有暴力傾向 或者大枪 所以在学校门口 图书本 公园 甚至医院门口 都会安装金属探测器 进去之前 就差不多手下来身 另外 就会有更强的枪械管制 就不让这些人 那么容易得到枪械 接着 这个总统没有了 当然要下一个 下一任总统 将会是女性 还要是年轻的女性 而这些年轻女性 女总统 是很喜欢 穿蓝色的三裙套装 头发是浅色的 而她的个性 超硬朗 比Donald Trump 更硬正 超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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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点 就是 很奇怪 不明白为什么 她说 下一任的女总统之后 再没有其他总统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想 第六点 就是 政府将会推出 在人民身上 安装chips 安装chips 即是有一粒小粒的晶片 打进身体里面 大家 不要以为很复杂 其实是快靓正 就搞定 打枝针 就完成了安装 就不用开脑 不用做手信 不用拿把刀戒 你的头 很容易 到时 推出的时候 就连一些明星 歌星 很多名人 甚至很出名的YouTuber 都在网上 或在新闻 看到他们 我已经安装了 怎么好怎么好 怎么正 到时情况 就好像 我们当年 第一代iPhone 一出的时候 大家的蜂蕊而至 香港都炒得瘋了 那些情况 人人就觉得 好像没有iPhone 是不行的 因为很创新 很正 总之一句说完 不安装 不安装 这粒晶片 代表你勾 不安装 不安装 不可以 其中 这是一套 简单 简单 成为这样 像小孩 也不怕 一刀 就安装了 好 这粒晶片 这么强大 其实很强大 不要以为 小粒 没什么用 它很强大 它可以将你 看过的东西 听过的东西 讲过的东西 都全部记下来 Digital file 上载到他们的云端 之后 你可能就想 一条片 我们的iPhone 或者什么机 都拍出来 都几MB 十MB 那你怎么可能 长时间记录 我听说的东西 是不是 不可能的 一来 浪费很多data 二来 你的网络大济塞 是不是 所以 就会带出了 为什么有5G 这件事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5G 其实是一个很强劲的网络 宽频很大 差不多 是未来物联网 或者AI工程 都是靠5G 的infrastructure 而达成的 亦都点解 中美外战 现在 两个大国 欠崩头 就是为了要抢5G 的霸权 谁拿到的standard 谁就赢 现在华为似乎有些优势 那美国是怎样 不知道 很可能 大家两强相争 要看后市发展 其实5G 就有很多其他东西 下次再说 很多阴谋 在里面 很多对我们健康 有很大伤害 在里面 这个就是 其中一张照片 就是说到时5G的发射塔 5G Tower 第八点 就是 你可能会想起 安装chips 有些私隐问题 什么都被记录 那都可以 那谁做 没有可能有人做 但是 又未必是这样说 就正如 他的chips 到时会包装成一个 很正 很漂亮 很型 很吸引 那么 会哄你去安装 就是 市场做得很好 令到你觉得 不安装是不行的 那我又举个例子 假设 现在小米 或者 Amazon 好像Amazon 或者Echo 或者Alexa 有个喇叭仔 他懂得听你说话 那些 也会跟你说话 对话 好像Siri 那种东西 到时可能有一样东西 或者小米 就当它小米出一个喇叭仔的东西 他很聪明 听你说话 你跟他说话 他会接收到 比如你叫他 我现在没有公仔面 帮我买些公仔面 他直接自动帮你上网 帮你在网上买些公仔面 帮你送货到你家 因为他记得所有资料 地址 帮你帮你自动开冷气 而且他很聪明 懂得何时开何时关闭 比如你喜欢听歌 睡觉前是先听一首歌 他知道你睡觉时间 他就会帮你开着一首歌 直到他听到你有鼻汗声 那就停止音乐 譬如是这样 这是举个例子 你觉得会不会很方便 你很想买一个这样的设备在家 都挺吸引 听来 但是又这么说 我有些东西还没告诉你 其实他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其实他来自收音 也有镜头看到你的移动方向 帮你拍防导 这两个东西可能已经记录了 你所有说听的东西 看的东西 他也会做些记录 你又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可能是上载了 云端 也有可能 到时那粒chips 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他包装得很漂亮 有很多功能 很强劲的功能 很正 很没得顶 但是 有些东西你是不知道 他没有告诉你 而且这么多明星又装 这么多名人都装 没理由有问题 你又会跟着做 会不会这样发生呢 不知道 所以我建议大家看一下 Netflix 有套剧 叫做黑镜 有机会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东西 值得你反视 另外 这个很奇怪 不信的人就不信 信的人就觉得信 很废 说完这句 他说 会在全世界有UFO的目击事件 一听都很废 UFO又没有 哪有UFO的世界 那些人乱吹 但是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下面这条片 应该在网上经常都封存 其实他是用一些 VR 全式影像 在体育馆里面 令人觉得 好像有一条大瓶鱼 在他们面前飞过的水花 那样 如果再配合 像迪士尼 那样 噴上水 你会觉得很真 也不一定 同样情况 其实UFO的目击事件 其实政府可以做到这样 因为他们的空军飞机 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影像 在外围 外面的人看下去 是另一个影像 你完全不察觉 他里面真身是怎样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 大家有当听故事 那 最后这个 恐怖一点 2020 东京奥运会 发生恐怖襲击事件 说完 那又很奇怪 我今天 做完这篇 写完这篇稿之后 那又无意中 在Yahoo 新闻 就看到下面 这个 这个新闻 他说英国公司 就计划 和员工 植入晶片 这么对 我刚刚写完这篇 他做了这些 有时都很奇怪 他这里有讲黑镜 大家有机会看看 另外呢 他也说 植入晶片 增加他的公司安全性 防止人进入他的敏感区域 这样说 你相信 相信 就相信 他怎么安装呢 就是伸出手 在你的虎口 掃描之后 这个小换衣 就会 因为很小 就要进入你的淺皮层下面 这样就启动了 很简单 另外 其实现在 瑞典已经有些年轻人 很流行 有一个叫植入派对 就是放些晶片 在他的身体里面 开派对 接着 已经有超过4000人 在用中 对了 今天就说完 这个2019 2020的预言 听完故事就算了 至于这个计划 其实是什么人计划出来 或者是谁计划的 答案 就是I字头的组织 今天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跟着明天的影片 也很棒的 我想大家是切身 切身切身 很贴身的问题 大家要留意 是这样 拜拜